接山泉水的水管只剩滴滴答答的微弱水量 校长相当忧心 这边是主要要提供我们厨房用的水 山沟的水越来越少了 然后不知道可能有一天就会没有了 打开水塔水进了马上出 几乎见底根本无法除水 南投县仁爱乡亲爱国校位于高山地区 水源仰赖山泉水 但久旱不雨山泉水也变少了 小孩子在学校上课没有水的一个窘境 大大降低这种旧学的品质 师生上厕所清洁非常克难 只能用勺子舀水先洗手 再冲小便斗及马桶节省着用 午餐洗完的水也要省下来 先在学校吃饭然后用卫生纸擦 然后待会去洗 然后隔天再带来 学校紧急向水公司买了八顿水 但预估只能撑两个星期 师生期盼汉相能快点结束 解决他们的缺水之苦 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